男子夜间给人看病 却发现女人身上长满了尸斑 让他很不解的是 只能出现在尸体上的尸斑 怎么长到了活人的身上 后来才发现自己给看病的女人 已经死了很多天了 唐飞是一名医生 在他们的城市开利家诊所 诊所的地方比较偏僻 所以生意很不好 他也就是在网上宣传 有时出诊给人看病 能对付一些生活费 前不久 唐飞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电话那头发出了一个冰冷女人的声音 他要唐飞晚上十二点去给他看病 唐飞有些奇怪 看病为什么不让现在去 而是让他晚上十二点去 但是一听这出诊费 唐飞瞬间答应了下来 因为出诊费是四千块钱 这是他出诊过最高的一次费用了 为了不错过这单生意 唐飞早早的按照地址来到了这个小区 这东方花园可是势力数一数二的高档小区 等到了凌晨十二点 他带着一些紧张暗响了四百零次的门里 房门打开后 一个脸蛋精致 身材凹凸有形的女人出现在唐飞的面前 女人把唐飞带到了客厅 客厅的布局和格调都还不错 但稍稍让唐飞感到有点不舒服的是 客厅的空调温度开得很低 感觉就像是突然进了密不透风的森林里 因为这地方显得有些不正常 唐飞心想着的速战速决 便问起了女人的病因 女人的眉头一下子就皱了起来 说她的背上起了很多红斑 说完就转过身去 脱下了单薄的睡衣 然后将整个背部全部暴露在唐飞的视线中 唐飞走近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这个哪是红斑啊 明明是尸斑 一个大活人身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女人看到唐飞愣在那边 便先开口问有没有办法治好 听到女人的话 唐飞算是回过了神 她摇了摇头 把脑中的一些个不对路的想法甩个干净 专注到这个红斑上来 她提出了要摸一摸的想法 女人依旧面无表情 冷冷地点了点头 唐飞伸手朝着她的背部摸去 很快 她的手接触到了女人的皮肤上 她的皮肤显得非常的冰凉 唐飞手指一触到 就感到有一股寒气钻进了她的手中 强忍着心中的疑惑 唐飞僵尸只放在了一块红斑上 用力挤压锅后 发现红斑的颜色稍稍变浅 手指一开 很快红斑又恢复到了原状 唐飞眉头紧锁 刚刚的碰触 再次让她肯定了之前的判断 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她在停尸房见过不少 所以她绝对不会认错 但她对自己的判断却难以棄置 生怕吓到女人一番纠结之后 唐飞就没有说出这是石斑 但对于石斑 她确实是有一个方子的 小时候 她曾经听爷爷说起过一个偏方 将红花赤哨 单身 严惩粉末 加上一点高度白酒涂在石斑上 在短时间内能够去除死人身上的石斑 这个方子是对死人适用的 从不会用在活人身上 所以 唐飞对这个方子的疗效也不敢确定 女人一听 顿时有了身材 便拿出了两千块钱给了唐飞 唐飞看到钱 脸色有些不好 明明说出诊费是四千 怎么就给两千呢 女人看到 唐飞疑惑便说 如果这要真有效剩下的两千 我会亲自送到你诊所去的 你知道我的地址 害怕我跑了不成 被女人这么一说 唐飞竟是无话反驳 她一想 这两千块钱也是一笔大数目了 便也没再纠结 她收好了钱 便离开了女人家里 之后 唐飞倒也没去多想这件事情 就往常一样忙起了诊所的事 到了第三天晚上 她躺在床上看起了手机 她无意中翻到了一个新闻 新闻的标题是 东方花园小区发生了一起自杀案 她一想到是自己前几天去过的小区 便颇有兴趣地往下翻 可接下来的一幕 不禁让她打了一个冷战 新闻中间加了一张死者的照片 这张照片上的女人唐飞见过 她就是唐飞三天前接诊的那个女人 唐飞立马回忆起那天晚上的种种异常 她肯定那天晚上她见到的女人已经不是活人了 一想到这 唐飞一阵后怕 那天晚上她竟然去给一个死人看病 突然间她又意识到了什么 她的心跳比之前加快了一倍 她再次打开了那条新闻 拼命地往下翻 如她所愿 她看到了另一张图片 那是一张自杀现场的图片 女人背身躺在地上 虽然大部分地方都打了马赛克 但却能看到一部分露出的背部 那被上光节如玉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事般 唐飞面如土色 她的脑海中响起了一个声音 那是女人之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 正在这时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唐飞一阵发怵 心想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但是她转念一想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她又没做什么对不起那女人的事情 甚至还帮了她的忙 没什么好怕的 想到这 唐飞下床套好了拖鞋便去开门 门打开后 一股冷气扑面而来 果然是三天前的那个女人 女人手里拿着剩下的两千块钱 递给了唐飞 唐飞咽了口口水 有些犹豫 这钱她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呢 女人看唐飞这个样子 微微一笑 唐飞卷 被奇怪 问起了女人为什么要自杀 女人叹了口气 并不没有说什么 她抬头看了眼唐飞 她便转身离开了 叶色很浓 她的身影犹如一片白色花瓣 很快隐没在这浓浓的叶色之中 在现实中的鬼村长什么样了 在那个互联网不是很发达的时代 却被传的要不恐怖就有多恐怖 比如村中有一把胎尸椅 坐过的人都莫名其妙的发生了意外 还有人看到屋里有两口棺材 可第二天早上再看却不见了 更可怕的是 有些人在村子里拍了照片 可喜出来却发现 照片上却有莫名其妙的人脸 据说 这村子周边连一个活物都没有 甚至就连昆虫和鸟的叫声都听不到 这是我和我的好朋友梁志超的一次亲身经历 事情发生在03年 我和梁志超去传说的鬼村做一次探险 这鬼村在深山之中 道路并不好走 我们按照地图翻几个山头才来到村口 也不知道谁在村口墙边写着几排字 人封门 鬼勾魂 劝君没入 冤魂缠身 我和梁志超也没太在意 以为写的人就给这个村增加几分诡异吧 梁志超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 就在我举起相机要拍的时候 突然在镜头里看到门后面 有一个白色的人影 看上去是一个老人的模样 我把目光从镜头上挪开 往门洞里面看 可门洞里却什么都没有 梁志超看我一直没拍 有些不耐烦的催我 我又看了眼手机镜头 这回没看到有人影 我就给他拍了一张 我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也没把这事告诉他 我们俩穿过门洞进了村子里 村子里已经很多年没人住过了 网上也证实了 其实并没有什么鬼 村民是因为生活不便才牵走的 可置身于荒村之中 还是会让人神经变得紧张起来 梁志超走到了路边的一栋破房子 好像发现了什么 叫我过去看看 我过去跟梁志超一起往屋里看 屋子里面桌子 椅子 柜子 床都没有搬走 梁志超走进了屋子 脚下踩到了一个相框 发出咔咔的玻璃碎裂声 照片上是一家人的合影 我和梁志超分别在屋子里转悠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准备往外走 发现梁志超并没有跟上来 却听到哗哗的流水声 我回头一看的正在枪根撒尿呢 梁志超满不在乎的说 那屋子又没人 尿了也没关系 我往下瞅了一眼 梁志超尿在了一个木牌上 好像是死去人的牌位 等梁志超尿完 我们离开了那间屋子 找了一个空旷通风的地方 织起了帐篷 升起了火 坐在火旁喝起了啤酒 聊起了天 一直聊到很晚 才爬进帐篷睡觉 可能是因为酒喝的有点多 我睡到后半夜 让尿给憋醒了 却不见了梁志超 我开始以为他也是起来撒尿了 可走出帐篷找了一圈 却并没有看到他 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开始到处找他 我找到他之前撒尿那屋 一进去看到梁志超跪在那屋子的墙角 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在椅子擦 我看不清楚 叫了他几声 他也没有回应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 看清了他手里正拿着那个排位在拼命的擦 也不知道他擦了多久 手都磨破了 我走到梁志超身后 一边叫一边推葬他 可他就像中邪一样没有反应 我正想把他拖出去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我猛的回头看到原本空荡的屋子 角落里多了一个老头 那个老头坐在太师椅上眼睛盯着梁志超 我知道那老头不是人 想跑又不能丢下梁志超 只能硬着头皮把神志不清的梁志超往外拖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总算把他从屋子里拖到了外面 我回头瞅了一眼 那个老头站在门口并没有追出来 我把梁志超推到了远一点的地方 在他脸上扇了两巴掌才把他叫醒 梁志超说他的头很痛 也并不记得自己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我来不及和他细说 只大概给他讲了一下他中邪的事 然后拖着他尽快离开那个村子 在我们跑出村子的时候 我忍不住往身后望里眼 我隐隐看到村子里有很多鬼魂站在那看着我们 我和他一直走到天大亮才敢休息 之后我们再也不敢来这种地方探险了 我叫马超 家是农村的 在我们那还是保持着人死后土葬的习俗 对于政府要求的火葬 基本没有几家人会遵守 老人们始终相信入土才能为安 坟地离村子不远 一到夜里基本没有人从那里路过 因为坟包周围总是有一些蓝色的火苗出现 也就是人们口中的鬼火 事情发生在我大学刚毕业那年 有一天朋友结婚 便邀请了我去参加婚礼 我们喝到了很晚 我才往家走 我家村子的这村子隔壁 走路也就30分钟左右 还有一条小路能省一半的路程 但是小路旁边有一片坟地 平时是很少人在那走的 也许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吧 胆子比较大 便向小道走去 一开始还有路 但是渐渐的 我发现杂草越来越多 慢慢的都有半人高了 而我出门也没带手电 只能是凭着大概的方向摸索着向村里走去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吹来的风有些冷 再加上林子里时不时传来猫头鹰的叫声 就显得更加瘆人 我的酒禁也醒了一半 走到这我都有些后悔了 倒也不至于害怕 主要是长时间不回家 这条小路又长了荒草 一时间竟然不知该往哪里走了 就在我着急的时候 从不远处传了一阵哭声 似乎还是一个女人 我奔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只要看到人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最起码路是能找到了 不多时我就走出了杂草丛 远远的就看到乱糟糟的一堆坟包 其中一个坟包旁边蹲坐着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女人 哭泣声也是从她那传来的 我觉得这女人很奇怪 便问了一句大晚上的在这哭什么 但是女人并没有理我 还是在呜呜的哭着 我看她没有理我便又问了一句 那女人并没有抬头 但是哭声却停了下来 只是嘴里一直问着我漂亮了这样的话 瞬间我觉得这女人有些不可理喻 也许是个神经病吧 女人问几句就怪笑几声 这越发让我肯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这女人就是神经病 否则怎么解释大半夜坐在坟地窟呢 我也没再搭理她 认准路便准备往家走 正当我要走的时候 那女人慢慢的站了起来 我感觉到后面有动静便回过头来 女人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半边脸 看不清她的样子 裙子随着风飘荡着 我顺着裙子往下看去 发现女人的脚上没有穿鞋 但是却很干净 脚指甲上涂着鲜红的指甲油 给我一种莫名的诡异感 当我再次抬起头的时候 才发现女人此时正看着我 眼神中有一种诡异的冷漠 这时突然刮了一阵风 直接吹起了遮挡的女人半边脸的头发 让我看见了这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脸 只见那女人的半张脸就好像被火烧过一样 脸上抱起的青筋如同秋叶一般 嘴唇有一半都没了 牙齿暴露在外面 看起来恐怖极了 这时 女人竟然再次说话了 问的还是之前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拔腿就跑 一边跑一边哭 心想真后悔没走大路 突然脚下被绊了一下就向前倒去 我的头磕在了一块石头上昏过去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我感觉脸上湿漉漉的 还火辣辣的疼 一下子醒了过来 我摸了摸自己的头 发现有些湿 脸上还有一些水渍 闻起来有些丑丑的 突然想起刚刚的女人 望了望四周 才发现自己是背靠着一棵树 而不是在之前摔倒的地方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头皮上感觉又是一阵疼痛 似乎有什么在刮蹭我的头皮 我抬头往上一看 瞬间就吓傻了 原来在树茶中间有一个骷髅头 两边的黑发垂了下来 眼眸黑洞洞的 脸上没有一点肉皮 可唯独嘴里垂下来的一条长长的舌头 是湿漉漉的 仔细看去 舌头上还有密密麻麻的肉刺倒沟 看来就是这条舌头在填我的头皮 我愣了一下 然后站起来就跑 边叫边往外跑 不知道跑了多久 才跑出这片荒地 但看到村口的那一刻 我一直悬着的心裁放下来 回到家之后 我就开始高烧不退 躺在床上 怎么都起不来 我妈坐在我床边 心疼地摸着我的头 我妈的手从我头皮上摸过的时候 带起了一柳头发 这把我妈吓了一跳 我妈赶紧又伸手在我头上摸了几下 最后才发现我头上有好几处头发都掉光了 而且都是前窄后宽 就像是一条舌头的形状 我妈说这好像是鬼剃头啊 我一听鬼剃头就想起了昨晚的那颗骷髅头 莫名地觉得身上一狼 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和她说了 我妈一听就知道那女人是谁了 然后我妈就将王姨的事情说了出来 王姨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 而且还在热恋中 突然她家玉米的折起了火 王姨因为救火一不小心摔倒在火堆里 村里人看见赶快来帮忙 把王姨送进了医院 但是火把她面部和胳膊都烧伤了 村民们让她去报案 可王姨却说没看到人便放弃了报案 村里的人看到王姨的样子 也都是不断的惋惜 而本来和王姨热恋的对象见她毁了容 也就不再和她联系了 后来王姨因为受不了这些过几天 就自杀了 当人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听到这我也和妈妈说了我小时候犯下的错 王姨家的玉米地是我和张文偷烤她家玉米不小心点着的 回家害怕被爸爸打所以就没敢说出来 但是王姨是看到我和张文了呀 也许看我俩小没有和我俩一般见识吧 妈妈听到我说完便又急又气 便带我来到王姨的坟前上的几株箱 认认真真的道了钱 后来我回到城里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而我将挣到的钱分成了三份 一份自己花 一份给父母 还有一份我寄给了王姨的父母 而我曾经被鬼剃头的地方一直也没再长出头发来 我知道这是我做错事付出的代价 如果你在深山里看到一个荒废的村子 你可千万不要靠近 更不要进去休息 因为在深山里这样的村子很有可能被邪恶的东西侵占 一到了晚上就会有鬼 事情发生在2012年夏天 有一天我约了几个朋友去附近的山区自驾游 我们去的地方是朋友李超老家县城附近的山区 目的地是深山里的一处天然瀑布区 因为还未开发景区 这里连路都没有 车子开到山外便走不了了 我们三男三女只好背着包钻山入林的赶路 夏天的天也是说变就变 上午赶到山下时天还好好的 可当我们下午钻进深山便突然乌云密布 眼看必要下大雨 虽然是夏天但临湿了恐怕也得感冒 而且同行还有女生就更不方便了 好在李超知道不远处的山头上有个废弃村庄 只是已经荒废十几年了 但终归能有个地方避避雨 真如他所说 这村子荒了好久了 整个村子都是荒土房 到处长满了杂草 大部分房子已经塌了 选了一个看上去叫金库的废屋 收拾了一下就钻了进去 说来也是我们运气好 我们六个人刚进屋便下起了飘泼大雨 这雨一直从中午下到傍晚才停 我们几个没办法 只能在这废村过夜想着明天再去看谱不群 一大堆人在一起瞎聊虎砍的 倒也不觉得苦法而觉得挺刺激 一直闹到了十二点才躺下 我这人睡得挺快 但是睡觉惊 有点动静就会醒 应该是在后半夜 天空划过一道闪电 接着一阵雷声轰鸣 我就被震醒了 这一醒就感觉到一阵尿意 于是我便悄悄起身 打着手机照亮 出去上厕所 天依旧阴沉沉的 有雷声 但是没有下雨 我也没走远 迷迷糊糊的出门 来到院子外的一处杂草堆 正踢裤子时 隐约间 我突然听到一阵嬉笑声 声音不大 断断续续的 好像是一大群人在一起打闹 我觉得奇怪 顺着声音看去 只见村子的坡上 有一座相对完整的黄土房 院子里亮着灯 昏昏黄黄的灯光下 隐约看到院中有挺多人影晃动 像是在开什么聚会似的 我顿时纳闷了 心里想着 难道这村子除了我们 还住着其他人 是村民 还是跟我们一样买完被困的 按说都不能 来试看了 这村子里 慌了少说十来年 游客我们路上一个也没见呀 此时我也惊慎了 又离得不远 便朝着那边走去 打算瞧瞧 真要是遇上其他游客 明天在这深山中结伴 还是很热闹的 很快 我来到了那座黄土屋旁 绕到了坍塌残缺的院墙外 透过院墙的缺口 向院子里看去 这一看就更奇怪了 院子正中放着两把台诗椅 上面坐着一对身着古装的老年夫妇 脸有些模糊看不清 老年夫妇中间放着张桌子 上面的盘子里放着瓜果美酒 跟那种轻功俱饰的 这对老人身旁 围绕着几个 扎着朝天扁 胖嘟嘟的孩童 在嬉戏 嬉戏 嬉戏 小声正是他们传出的 但同样也看不清脸 在院子里 几个恶罗多姿的女子正在翩翩起舞 四周围着好几个古装的男男女女在看 此时 大院门口还有一些身着古装的男女 朝着院子里走 门口的门童对着这些人拱手作意 看到这一幕 我整个人都傻了 眼睛瞪得巨大 咱们也想不明白 为何这深山中还生活着这么多古装人群 正纳闷呢 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 是李超打来的电话 我下意识的拿起手机正要接电话 突然间院中传出一道冰冷的贺声 紧接着 院子中所有人都齐刷刷的将身子转向了我 我被这一变化弄得有些手足无措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因为 在我眼前的景象一下都变了 原本骨香骨色的宅子 变回了我们避雨的那种残破黄土屋 最可怕的还是那群人 一个个脸上都是毛茸茸 尖嘴猴腮的 古装又肥又宽的套在身上 就连那几个细细的顽童 也没了刚刚的可爱 原本胖嘟嘟的脸蛋变得皱皱巴巴 那些人此时变得有高有矮 高的约莫一米左右 矮的甚至仅有半米 这还哪里是人 吓得我叫了起来 随着我的一声尖叫 院中的这些人 则是化作一道道黑影 朝着院子外面的林中窜去 眨眼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当我缓过身来 眼前只剩下了一个半袋的土房子 还有医院的杂草 就像刚才的一切 从来都没发生过一样 就在我惊恐之余 身后远处传来了李超的声音 转过身 只见李超打着手电光远远的照着我 通亮的灯光亮起来 又有了铜板 我感觉身体好像也不那么僵硬了 这一下我彻底缓过来了 瞥了一眼那个黑漆漆毫无异常的院子 朝着李超跑去 因为太过害怕 回去之后也没敢跟其他人说 当然那一晚我也没再睡着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大火醒来后 我才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跟他们讲了一遍 后来我们一块去了那个院子 但什么也没发现 他们说我昨晚看到一定是幻觉 再后来我们继续伸 入山里 在那个天然瀑布群满了半天 拍了些照片便出山了 但之后有很多人都路过那个村子 也有很多人也看到过那些诡异的人 也许根本就不是人 你有听说过走音的故事吗 死去的人在他出病的晚上离奇复活 复活后说是被牛头马面给抓错了 这是发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村庄里 村里张鹏的老娘死了 而且已经死了整整两天 老娘七十多岁 无病而终 在农村叫做善中 张鹏虽然难过可也只能为他娘安排后事 村子里的婶子大娘过来 给老人穿上了寿衣 按照老家的规矩在家停留三天 然后就出病了 眼瞅着明天就要下葬了 张鹏又在心里盘算了一遍明天出病的事 确定没有疏忽后也就准备上床睡觉了 可就在这时却听到院子里响起一阵塌塌的声音 紧接着又是哐当一声闻响 那声音是从院子里传来的 可家里除了他和他媳妇也没别人了 难道是有人进来了 他穿上鞋就出去看看 可他刚出门 门外的场景吓得他头发都立了起来 发出响声的正是自己家的厨房 而此时郭台前正站着一个人影 那身影他太熟悉了 正是自己已经死去了两天的老娘 张鹏的媳妇看到这一幕 吓得他顿时就尖叫了起来 看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 张鹏脑袋很是发懵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半天两个人才反映了过来 不管怎样 老娘活过来了就是好事 这时张鹏他娘看到张鹏 就说快做点饭说他饿了 饭很快就做好了 张鹏注意到他娘此时面色红润 气息均匀就连饭量都变大了 确实是活过来了 老太太吃饱喝足后 便给张鹏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他就跟做了一个梦一样 睡着后被人用铁链子锁住了 锁住他的人又高又瘦 也看不清面孔 他只能浑浑噩噩的跟着走 也不知走了多久 一片浓雾中出现了一辆牛车 车上还有两个人说来也怪 牛车上的那个老头他还认识 正是戈壁村的老兽医 当他也被推上了车后 牛车就在浓雾中走了起来 一路上周围都特别的安静 他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突然 牛车和那两个高大的黑影都停了下来 他隐约的听到那两个黑影 唧唧咕咕的说什么抓错了 回去后会很麻烦之类的话 还没等他明白什么意思 肩头一重 一个黑影就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一把就给他甩了出去 那两个人也不再理他了 带着牛车很快就消失在了浓雾之中 接着一阵眩晕感传来 他再睁开眼就已经在家里了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穿着兽衣正躺在木板上 看着面前自己的牌位 他是什么都明白了 老太太讲到这 又咬了一大口馒头 居然笑了起来 说我又活过来不好吗 两口子不由得对视了一眼 这事也太玄乎了 可老娘又好端端坐在了面前 此事惊动了邻居 经过邻村民证实 隔壁的老兽衣真的死了 还有别村的老太太也死了 那老太太的名字和张鹏她娘是同一个名字 之后张鹏她娘被阴差抓错了 起死回生的事很快就被传遍了 现在在他们的县城里提起这件事 还是无人不值 无人不晓 好 好 好